先注意听 我待会再讲回来的讲义 摄律一介就是 你要控制你的身口意 身不可以杀到淫忘酒 口不可以忘于两舌恶口其语 有些老菩萨呢 拼命来共修 可能东东 净里咕嚕的东家常西家常 都喜欢讲人家八卦 这是不可以的 你违反了摄律一介 意念要慢慢调伏 我们是凡夫 所以比较难 所以第一个叫摄律一介 就收射你的身口 摄善法界就是说 凡是只要对众生 国家制的法律 比如说新加坡制的法律 你要全部遵守 善法一切呢 世间的善法 跟初世间的善法 你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做 比如说这个国家 不可以卖毒品 那你就不可以卖毒品 卖毒品就犯法的 佛地只要卖毒品的话 会被人家笑的 他说佛陀教你一言 身口意要清净 没想到你是佛教徒 可是你背后 确定是卖毒品 赚了很多很多钱 这个钱是不清净的 这个不可以做 这叫做摄善法界 第三个 饶意友情界 就是我尽心尽力 从我周遭 帮助一切的友情众生 这叫饶意友情界 这个请背起来 界不是只有你第一条 哦 我有没有过五不辞 我自己庄严跟不庄严 那还是一点点 你忘了摄善法界 你忘记了饶意众生界 了解吗 这是很重要的 请背起来 好 接下来看 西藏佛教里面受戒以后 他也有传承 象征着菩萨界的 有三个叫三户主 智慧 慈悲跟力量 请看幻灯片 请切换幻灯片工作人员 好 请看中间是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代表慈悲 左下角是黄色的文书 是立菩萨 代表智慧 右下角金刚守菩萨 代表力量 你持戒要有慈悲智慧力量 这样子你才能够 做到摄律一戒 摄善法界 跟饶意众生界 你能够圆满 举一个例子 三个都要有这三个力量 比如说摄律一戒 人家诱惑你啊 坏朋友要叫你做坏事 你要有力量控制自己 I have said no I have a right to say no 我有权利说不 你不要说 哎呀你不够朋友 不够朋友就不够朋友嘛 走吧 难道我跟他一起去造恶业堕落吗 不可以 因为我受过戒 我是佛弟子 他想要继续轮回 可是我不要轮回啊 你要坚持自己 那有人就会说 哎呀师父 那这样我也失去很多朋友啊 那不是很好吗 失去很多坏朋友 你会有佛门更多的好朋友啊 所以不要怕 要有力量 第二个就是摄善法界呢 要有智慧 你要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要有智慧去抉择 第三 饶益众生界 就是你要有广大的慈悲心 无所求的帮助众生 所以西藏是授界 也有这三个三户主的传承 接下来 菩萨界最好的基础呢 是以法华经里面的 常不清菩萨 注意 他是常不清菩萨的比丘 他献比丘相 可是他看到一切的众生都礼尽 人家打他 骂他 他都呢 修持戒波罗密 也特别修忍辱波罗密 这尊呢 是在台湾 高雄 子竹灵金色雕的 常不清菩萨 我想在新加坡 好像我没有看过 谁雕过常不清菩萨 这常不清菩萨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好 那在这当中 我只能简单讲 中科巴大师的 己一 律一戒 要具足有十种因缘 有些人受 这个 色律一戒很好 他是有因缘的 他戒很好 所以他不会破戒 第二个 色善法戒 也有具足因缘 分两类 第三个 饶意友情戒 也有因缘 要十一个因缘 请看 第一个 色律一戒 我为什么要放蜡烛 各位想一想 看这里 蜡烛 或者你现在佛前点灯 假如你拿到那个冷气口 它吹得很强 是不是蜡烛就被吹光了 对不对 当你点灯的时候 然后下了大雨 或风很大 那一定因为你会手去挡 挡你的这个蜡烛 或是你的这个灯 不要被熄灭 这个就是色律一戒 听懂吗 我用图像让你去了解 什么叫色律一戒 再举一个例子 假如今天下大雨 你突然答应要送你的家人 去新加坡的机场 下大雨 新加坡的机场 应该是在新加坡的东边 过了Escope Park 那下大雨的时候 对不对 你因为答应要送家人 对不对 要出国 或是接家人回来 你已经答应家人 你一定要还是会开着车 开着车 外面虽然下大雨 你有雨刷 但是你会骑慢一点 但是你不会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勇往直前 有车子保护你 对不对 外面虽然很大的雨 可是你一定开 不会开错的地方 到的Airport等家人 听好 你在下雨当中 勇往直前开车子 这个车子 就是你的色律一戒 这样懂吗 所以简单的讲 色律一戒 就好像一个钢盔 跟盔甲一样 戒定会会保护你 让你生生世世呢 诸佛会护念你 天龙八部也会护念你 非人啊 就是幽民界众生啊 看到你啊 都会合掌恭敬 因为你是佛弟子 你受过戒 甚至你说修得很好 你头会放光 脚也会放光 他也会对你顶礼 这就是色律一戒 戒有戒的功德 所以看色律一戒 简单的说 要对峙自己的贪嗔之烦恼 我没办法详细讲 要不贪过去 现在未来各种 五欲六成要放下 简单的讲 色律一戒 请各位去听我 去年在大碑中心讲的 2006年 法华经安乐行品 第十四品 讲生安乐 口安乐 义安乐 誓愿安乐行 这个就是色律一戒 简单的讲就是 你身口医要清静 要控制自己的烦恼跟脾气 若没有拿到DVD的人 可以上网 法华经安乐行品 接下来看色律一戒 请看经文 37页第二行 四十一首寄送 犹如父亲爱自己的儿子 也像呢 自己希望自己的寿命能够长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呢 是不爱自己的小孩的 他都希望自己寿命很长 然后小孩子很平安 同样的 你先要有出离心 出离友爱 这个友听好是三友 你写一个 三友就是三戒 出离 欲戒 色戒 无色戒的贪爱 顿号戒一耳 出离友爱 顿号戒一耳 就是戒啊 可以让你出离 欲戒色戒跟无色戒的 各种贪爱跟流液 大心见者之所爱 就是有广大补提心的人呢 他真正要持戒呢 他是对于所自己的戒法 会非常的珍惜的 所爱是指珍惜的意思 接下来四二 是戒 摩尼 席尽 这个戒法是释迦摩尼佛多生多结所学来的 也是求来的 所以写 卸托 于欲 离友爱 你常常持戒 你就会从五欲六成当中呢 能够得到卸托 而且离开三友的贪爱 就像比一个例子说 四乌顿号 凡人所欺 乌是乌鸦 各位知道乌鸦 中国人都很不喜欢乌鸦 一听到乌鸦 呱呱呱呱 糟糕今天不吉祥 可是我告诉你 我去了印度啊 寺庙里 全部树林里都是乌鸦 印度人认为乌鸦是很吉祥的 可见吉祥跟不吉祥 当时你自己的文化想法不同 为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不喜欢乌鸦 因为他觉得黑会带来不好的运气 其实不会 乌鸦也有佛性嘛 他批语是说 乌鸦是一般人不喜欢的 同样的有智慧的人啊 要坚守戒法 常当爱此戒 宁愿珍惜这个戒法 纵使舍掉了生命 你都不破戒 这样子很重要 接下来看四十三 此戒设律一戒 可以利益自己 也可以利益别人 我举个例子 叫做你守 杀到盈望久 这五戒你都不犯 那朋友跟你出去啊 他很相信你 他不会觉得说 哎呀待会我转个头哦 你会不会偷我的钱 不会 因为你是佛教徒嘛 你连呢 东西我刚才讲 不渝取 你都不会亲自去拿 当然你更不会去偷人的钱 也不会占人的便宜 所以戒法 可以利益自己 有品德 也有功德 也可以利益别人 让人家相信你 而且常常持戒的人 身心会非常的端庄 端严 然后呢 离开各种忧恼跟困乏 持戒不但是这一世 可以得到利益 来世 生生世世 你也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叫做此事 他是圣庄严 所以有智慧的人 应当要好好的坚守持戒 第四十四 持戒听好 受戒虽然是由师父为你受 戒体是由释迦摩尼佛 传到这个师父 再传到你的身上 可是真正持戒 要靠自己的力量 看四十四颂 我又打个框框 他力跟自力 他说戒啊 不是透过别人的力量 给你的 也不是呢 别人呢 你要跟别人逃 可以逃来的 戒要自己发愿 皆因自力 发愿去做 而且坚持 所以上人 就是有智慧的人 应当要珍惜你的戒律 好 在这里呢 我就讲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给大家听 释迦摩尼佛 过去世当中 他也曾经利益过 广大的众生 他有一事呢 大家都知道 释迦摩尼佛成佛的时候 他的太太叫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他呢 虽然佛陀出家了 成佛了 可是啊 他还是放不下他 这是有因缘的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出在大制度论里面 有一天 释迦摩尼佛成佛六年以后 他知道他的爸爸叫静放王 因为他妈妈已经往生到天上去了 他的爸爸 还有他的太太 还有他的儿子 全国的人得度的因缘到 他自己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当然静放王非常的高兴 儿子啊 你终于回来了 他说不 静放王 你现在不可以叫我儿子 我现在是觉悟的觉者 你应该称为我佛陀 静放王说 好不管 whatever 叫你儿子佛陀多好 反正只要你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他就供养他 他非常的高兴 那他在旁呢 所有的呢 这个圣弟子也跟着佛陀 一起回来 接受静放王的供养 这时候躲在床角 他的太太就流眼泪了 耶稣陀罗 他想说 哎呀 你这个人真自私啊 你出家了 结果你抛弃我了 也抛弃了小孩 结果呢 他很希望佛陀还俗 所以他就特别叫用人 做了一个呢 让佛陀破戒的 叫做欢喜完 就是这个中药条的里面呢 有个食物呢 吃了以后呢 就会颠颠打倒 他想 哎呀 佛陀就可能会回来 结果佛陀呢 吃完饭了以后呢 他用神通力加持 这个欢喜完就没有起作用 结果回到比金色以后呢 耶稣陀罗讲说 大概呢 待会欢喜完呢 就会让他心脏 扑扑扑扑扑跳 大概佛陀就会回来嘛 后来呢 佛陀回到家里 回到金色以后呢 他就没有再回来 这时候呢 圣弟子呢 就看到佛陀 就问说 佛陀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他说 有的 我告诉各位 你们今天吃了欢喜完 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 你会破戒而还俗的 可是以我佛陀的加持力啊 那个呢 你今天呢 是心很清净 结果在村庄里 大家都在说 今天耶稣陀罗 让佛陀吃了欢喜完啊 可能佛陀会还俗吧 这时候弟子就有疑惑 就问释迦牟尼佛 到底怎么回事 佛陀就说 现在的我啊 我有修行 他是不能迷惑我的 以前他可以迷惑我 现在就不会迷惑我了 那圣弟子呢 就问说 佛陀以前是什么事情呢 你看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他并不会觉得丢脸 他会讲他过去生 六道轮回的例子来鼓励众生 所以大家听了以后 反而要觉得佛陀是很了不起的 他可以超越自己 他说在过去无量节里面 山中有一个仙人 仙人他专门修持戒 也修禅定 他有神通 所以这个故事是通 持戒波罗蜜 也持通 后面的禅定波罗蜜 结果呢 他就专心呢 修神通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结果呢 他在山里面啊 在修神通的时候 他看到了 一对鹿 公鹿跟母鹿 在交配 聊背以后呢 他心里就一动了 就流入了 不干净的这个精液 这流了精液以后呢 就被一只母鹿啊 就跑过来 就吞了呢 然后呢就伸出来 结果呢 伸出来是一个呢 头上有长着一个脚 是人的头 是鹿的脚 会走路的 这个就叫做 一脚仙人 然后这个仙人呢 知道这个鹿啊 伸出来一脚仙人 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就慢慢的养他 教育他 结果这个一脚仙人呢 慢慢长大以后 他会读书 也修禅定 可是有一天呢 突然他在山上走嘛 因为他只有一只脚 一只头上的这个脚 中国是脚 是不同的脚 头上的一只脚 四个四只脚 他走路走路 突然滑倒了 他就非常生气 说 希望呢 二十年都不要下雨 哇 一般人发厄院呢 都没有什么效 可是因为有修行的人 他有禅定的功务得力 他又有福报 就他一发愿以后啊 糟糕 这个地区二十年呢 都没有下雨 有一天 国王就很担心 二十年都旱灾啊 旱灾就会呢 招了很多的这个 印度婆罗门 还有战相的人 就开始开会 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地方 没有下雨 就有一个大臣 是婆罗门的外道 他有神通 就跟国王说 因为山上 有一个独角仙人 他在滑倒的时候呢 发了这个厄院 希望二十年都不要下雨 那他说 糟糕了 一年我都下不了雨了 那二十年 这个国家还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破解 他的咒 谁能来帮忙呢 突然呢 陈丽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就来了 说国王啊 我可以帮忙 我有办法 国王说 我们一年呢 都无法解决了 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女人呢 就问了 说佛 国王啊 请问这个一角仙人 是人呢 还是野兽 他说他是人呢 他是人跟动物交配 生出来的 所以他是人呢 他说人很好 英雄自古 难过美人官 我有办法的 国王 你放心 我有一天 一定会叫他亲自呢 骑着 这个 骑着 亲自走到成都来呢 来见到你的 你放心 结果呢 后来啊 这个呢 这个美女啊 他就知道 所有的众生都逃不过贪嗔痴 都是呢 贪心啊 称心 所以他呢 因为他很漂亮 那他就招了500个美女 来做了欢喜丸 就是刚才讲的 欢喜丸 用中药做的食物 像面粉一样 然后里面放一些中药 然后就带着 然后走到山里面 就故意在那个呢 一角仙人的那个旁边 就住了下来 那仙人呢 他在打坐 看一看 诶 奇怪这么多 漂亮的女生来了 然后他心里就 扑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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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然后呢 那个仙人呢 那个美女都假装啊 假装很恭敬 哎呀 仙人啊 你一定是佛陀的弟子啊 你修行非常非常好 他说没有啦 然后他说 你在山上修行很苦哦 你都没有什么吃哦 你知道吗 我跟我的呢 姐妹们啊 都是佛弟子 我们带了东西来供养你 希望你欢喜 他说是什么呢 他说 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个食物 叫欢喜丸 你会越吃越欢喜 他听到以后 偷 那给我吃吧 赶快吃 他说吃吃吃吃 吃完以后了 糟糕了 他就破戒了 他这个欲星一动了以后呢 他竟然跟那个女孩子就不进行 结果的他的咒术就破解 就拼命下大雨了 下了大雨以后呢 他说 哎呀那吃完了怎么办 他说 仙人我们很想供养你 你在山上不太方便 这样吧 我住在城市里 我们城市 我们家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我们供养你好吗 好啊 那我们就跟着你走 他说 仙人我累了 我可不可以骑在你的头上啊 那他就呆呆的 因为他是人头嘛 又是鹿角嘛 他就真的就背着他 然后骑着呢 然后走走走 走到皇宫里 国王呢就看到了 他就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咒术被破了 然后呢 他的神通也退了 然后那个魔女 那个美女呢 曾于把他诱惑呢 回到这里 最后呢 那个仙人啊 他住在皇宫里 是被关在笼子里的 他后来自己才忏悔 他就说 哎呀我以前在山上是很快乐啦 我持街很清静 又修禅定 可是现在呢 我在轮回里面呢 就关在这里像监牢一样 最后呢 他呢 发了怨心 又在金狱里面修神通 修禅定 等到修成的时候呢 那个监狱啊 不用人家开了 秋节了 他就飞走了 飞走了以后 就飞到山上去了 他又回到山上去修行 当释迦摩尼佛 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说 各位比丘 你知道这个仙人是谁呢 就是我 释迦摩尼佛前身啊 那那个美女就是谁呢 就是我的太太 耶稣陀罗啊 过去就是因为我 持戒不清静 我颠倒 所以我被他迷惑了 可是这一世的我 我绝对不会被他迷惑了 所以讲过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你 持戒是很重要的 我们若不持戒的话 在生生世世里面 有很多的五欲六成的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是做不了主的 好 再看下面 让我讲一段 所以心很重要 请看 我很喜欢放这一张 可能很多人有看过 重庆的大足石窟 六道轮回图 你看六道 这是石雕 六道里面呢 这个外面的这个研磨王 是指什么 我们的我执 我们六道里面 我们的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生世世都没完没了 在这六道里面 中间雕一个佛像 这个佛像代表我们的自心 我们学习佛法 听了很多佛法 做了很多善事 可是更进一步 应该要透过六度波罗蜜 来调伏你的心 昨天说过 我复习一下 布施是对峙你的贪心 跟吝啬的心 今天讲持戒波罗蜜 是告诉你的心 身口意 不要去造恶业 造了恶业 短暂上你得到了快乐 事实上那是很痛苦的 佛陀曾经比喻说 五欲六成 吃喝玩乐 杀盗淫忘酒 像什么呢 像蜂蜜一般 一个小孩子 他真的看到蜂蜜 很喜欢吃 佛陀没有否定 蜂蜜是真的很甜 可是很不幸 这个蜂蜜涂在刀子上 一个小朋友 他很愚痴地爬过来 然后呢用舌头舔的这个蜂蜜 你说蜂蜜舔到了吗 舔到了 可是舌头也割破了 这个比喻是告诉你说 小孩就像云云的众生 我们在六道轮回一样 这个蜂蜜就是五欲六成 不管你是内心中的烦恼 或外在的恶缘来诱惑你 你要控制自己 你尝到了 可是你舌头也割破了 舌头割破是吗 表示你戒定会的功德 被破坏了 破坏了你的 所谓的戒定会的法身 所以 我们凡夫要想 西藏里面看 有六道轮回图 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六道里面 众生是很苦 他就是要度你 所以每一道 都有佛菩萨的化身 所以看这个汤卡 六道里面都有六的众生 六个佛菩萨 事实上 佛是可以不要到六道来 我们为什么要到六道来 是我们的业跟烦恼 那佛菩萨可以 到六道里来救度众生 是他的大悲愿力而来的 所以答案是什么 我们要调伏我们的贪嗔痴 举一杯水为力 注意听 为心所变 为事所限 好 我把它通通打出来 找一杯水 天人他看到的是甘露 人间看到的就是普通一杯水 比如我们的河百开水啊 或矿泉水 可是鱼啊 看到呢 水是他的家 所以鱼在河里面 他游的时候 哪里都是他的家 对不对 水啊 若鱼没有水的话 他会哭死的 为什么 是他的业 可是恶鬼 听好 一杯水 他看到的是呢 很肮脏的浓血 那地狱的众生 看到的是什么 是沸腾腾的热水 所以为什么在蒙山师时 或放幽民界众生 蒙山师时 晚上不可以喝水 是因为水啊 你喝水的时候 他看到了会像是 全部的热水 会烫他的喉咙 所以可见 一杯水 六道众生 看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要常常想 你现在占了便宜 得到了好处 其实呢 会继续轮回的 你这样想了以后 你就会控制自己的念头 绝对呢 要持舍律一介 永不再造恶 所以我们三读的烦恼 是什么 六道轮回的根源 就是贪嗔痴 你看这个图 贪是什么 鸡 鸡看到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它什么都吃 对不对 好的吃 坏的吃 称是什么 蛇 挺好 贪心重的 来生会做鸡呀 公鸡母鸡不知道了 对不对 蛇 就是称心很重的 都会做蛇 鱼吃心很重的 会做猪 你看猪的生来 就是肥肥的 就是吃啊 睡啊 就是被人家宰嘛 你逃不过业力的 所以那是很苦的 所以贪称吃 就会出现六道轮回 所以你看到这图里面 右边黑边的是中阴身 左边的是六道 所以六道众生啊 它就在这边轮转啊 所以我们要控制 我们心中的贪嗔痴 这个才是持戒波罗蜜 它真正的用意 好 再看摄善法界 摄善法界说 事出世间 一切的善法都应该做 就像什么 像灯塔一样 这是台北的101大楼 对 就是说你看 在晚上的时候 下大雨的时候 假如灯塔它放光 就可以指引人家 灯塔也常常在哪里 在海边 海边能够指引很多很多的船 意思是说 当你有受菩萨界 事出世间的善法都做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切众生的灯塔 你引导自己走 不会走错路 同样你会引导众生走对路 这叫摄善法界 下一次会应该放新加坡 就75层大楼 对不对 好 这是摄善法界 摄善法界 它也有两个因缘 注意听 怎么样修摄善法界呢 答案是修六度波罗蜜 第一 五度波罗蜜 第二 波罗蜜 所以刚好呢 我们这次讲的是 就告诉你要先修波罗蜜 先修六度波罗蜜 这样你就会具足世间 事出世间的善法 你就会有福报 你就会有功德 你就会有人缘 摄善法界 叫做五六度波罗蜜 接下来 摄善法界里面 请看37页的第40 37页第七行 请看45颂 摄善法界 请看经文 财物 国土 还有境内的一切的土地 自己的身体 肌肉 以及头 所有能布施的 我通通绝对不舍弃 不失给众生 为的就是圆满众生的希望 而得到菩提的无上佛果 46 假使从天上掉落到地上 纵使让自己坐在地板上 能够伸到天上 能够有这样的功德自在 是什么呢 是持戒的功德 纵使我持戒很圆满 为满 顿号 离构 顿号 无染地 我持戒很圆满 我身心离开所有的污垢 而且能够正到离构地 就是第二地 我也决定不放弃 决定不移动 决定不放弃 我生生世世 在藩宝面前 或诸佛面前 得到的戒体 47 若以满足这个戒 而有善巧方便 这时候我会正到 十地菩萨讲的第二地 既得离构清净地 初地叫欢喜地 二地叫离构清净地 这个菩萨是专门持 六度波罗蜜的 持戒波罗蜜 这时候持戒圆满的人 他心想事成 动什么善念呢 他就可以圆满 接下来再看 饶意众生戒 饶意众生戒 我想了半天什么 天上的月亮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当然这三个你也可以去想 摄律仪戒 摄善法戒 饶意众生戒 是什么图片 会让你对这个道理比较深 饶意众生戒就像天上的月亮 千江有水千江月 天上月亮 只要有湖水的地方 或有一盆水的地方 河流的地方 大海的地方 通通都有月的影子 这表示菩萨可以利益 无量的众生 好 饶意众生戒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讲到这里 我要回答问题 明天从三十七页 第十一行 开始讲饶意众生戒 那在这里 请各位 有一个功课 给大家做 就是请拿开 今天发的讲义 这个 菩提资良论二 是淡绿色的 那这个讲义呢 从三十七页 请今天开始回去预习 三十七页 丙三 忍入波罗蜜 三十七到三十九 然后四十页 是高妈爸的长寿奇景文 然后呢 接下来我编的是第二卷 因为菩提资良论有六卷 我非常的感恩 也欢喜 谢谢海印古寺的这个住持 跟常注重秦法 这部经啊 从古至今很少人弘扬 所以事实上 一般人弘扬的都是 龙树菩萨的大制度论 龙树菩萨是文殊菩萨在来的 他有很多论 菩提资良论呢 前面呢 是讲三种慈悲 第一个最大的主题 我们讲过了 第二个我们要讲六度波罗蜜 事实上它不但六度 是十度波罗蜜 比你一般听的六度还详细 所以请各位看 这一份第二份的讲义 按页码是看四十三页 请各位看四十三页 第六行 丙四精进波罗蜜分五 这个科判是我判的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寄送我付在这边 翻过来四十四页 第二行 丙五禅纳波罗蜜 要修禅定 接下来四十四页二十二行 六波罗蜜 七善巧波罗蜜 善巧波罗蜜它非常的多 从四十四页到四十五页 它列出很多 度众生要善巧方便 所以一般都只讲到六度波罗蜜 那波罗蜜前面 我们一开始就讲过 讲文殊菩萨的时候就讲过了 然后接下来 事实上真正有 波罗蜜的人呢 他就会有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七叫善巧波罗蜜 再翻四十六页 第七行 第八 愿波罗蜜 菩萨要发十种大愿 这是出地欢喜地菩萨发的 接下来 第四十六页的二十二行 九 有利波罗蜜 再看四十七页第六行 十波罗蜜 一直到最后九十四页 这个第二卷就全部圆满 那住持很慈悲 就说讲多少就说多少 很高兴 这样我心脏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讲不完 我下一次还会来继续讲 因为这是长期的红法 所以今天回去叫你 预习忍入波罗蜜 也请你预习 从四十八页到五十一页的 第八行 做一个记号 我再讲一遍 请预习第三个忍入波罗蜜 还有四十八页的精进波罗蜜 四 第五 缠纳波罗蜜 一直到五十一页第八行 到这里做一个段落 请你要回去预习哦 不然后面你会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会越讲越深 他讲禅定 讲精进 他的心会讲得很细 而且会讲得很细微 所以请你能够先预习 我有做科判 希望能够帮助你理解 今天就讲精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回答问题 所以今天要背起来 摄立一戒 摄善法戒 饶义众生戒 这个才叫做戒波罗蜜 好 师父请问第一个问题 佛弟子是不是不可以养鱼或养鸟 是否来生就会有所谓的牢狱之灾 不一定 这要看你的动机 先讲在家居士好了 再说出家中好了 再加句是你若要养鱼跟养鸟 可以 你要有菩提心去养 而不是养宠物 现代人都很流行 对不对 家里单身又是贵族又没小朋友 什么养狗 养猫 养兔子 养鸟 这个是慈悲心的话很好 但是你若是一个 染污心的话 对不对 小心 来生那个兔子就变你的 太太了 或是先生了 所以这里的回答是要你动机 在家居士是可以养鱼养鸟的养在家里 第二个出家中以比丘跟比丘尼界的话是不可以养动物的 严格说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出家就是要断你的贪爱嘛 远离你执着 你远离了爸爸妈妈亲朋好友 结果你来了妈妈里面你执着一只兔子 那你来一生会做兔子的 所以出家中 比丘跟比丘尼是不可以养动物的 在《生文律语》里面有这么讲 可是若以菩提心来讲 大乘菩提心里面呢 在寺庙里会见放生石 那是以救度众生而说 而不是养来做宠物的 知道吗 这一点要了解 比如说很多寺庙都有放生石 对不对 韩阴古寺 有啊 千佛宝塔里面也有鱼啊 我每天早上都来喂鱼 对不起你们不可以喂 师父可以 对不起 因为我真的常住同意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有人喂他 可是我喂他的时候 帮他过三归一 念佛念咒 希望他来生度他们而成佛 所以养动物是你的菩提心 跟动机很重要 师父来世有了牢狱之灾 不一定 除非你伤害他们 第二个师父 精血是属于内财不失吗 答案是的 我还没有吃素之前 常常去兼血 但吃素现在有轻微的贫血现象 不宜兼血 但是救人比救动物还重要 我该怎么办 你先救你自己吧 要多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啊 吃素听好 吃素要注重营养 注意鱼跟肉不要吃 那要看你 有些人坚持不吃蛋 或可以喝牛奶 有些呢 在台湾是蛋奶素 这两个你自己抉择 我知道有些老师 或是上师或法师 跟你讲说连蛋都不可以吃 其实他有他的原因 但我觉得他有他的想法 经文里面是告诉你 不忍食众生肉 那现代的鸡蛋呢 很多呢 是孵不出小鸡的 所以 但是不过 现在的鸡蛋也不要吃太多 为什么 它都打抗生素 你知道吗 现在的鸡啊 都是你真的去了解 一个礼拜就要出去 肯德鸡啊 要宰这么多 怎么来得及 它打抗生素 所以有很多鸡蛋 你吃了太多也不太好 所以营养很重要 那腰果啊 核桃啊 海苔啊 很多东西都可以吃的 你去Supermarket 你算一算 除了鱼跟肉 还有不伤害众生的话 很多东西可以吃啊 牛奶啊 起司啊 所以我觉得 吃素的人要注意健康 只要有你有贫血的现象的话 那当然 你暂时不要奸血 为什么 你捐一袋血 人家输三袋血 才能救你啊 所以答案是 先救自己吧 第三个 如果我看到人犯法 而没有举报 就是会不会犯戒吗 答案不会 佛没有告诉你说 知一条戒 看到人做坏事 要去报告 看到别人做坏事 你要有智慧 第一 他有没有忏悔的心 忏悔的心 你要原谅他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你都要给人家机会 第二个 若是他做错了 你劝他 有时候有不能劝 为什么 这个时代你劝人家 咦 会被人家杀人灭口的 你是证人啊 所以要智慧 第三 你假如想帮助他 也相信他 他也相信你 你劝他一次 两次 三次 都没有改 而且他继续伤害众生 那你就应该去报警 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有没有犯戒 可是跟戒没有关系 这就是你要智慧去判断 第四个 师父 有人说火供属于印度婆罗门教是吗 是的 不过这里要注意听 藏传佛教最后也接受火供 可是它的内涵是不同的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我先不要讲火供 各位在新加坡 我请问 拿烧香拜拜的就一定是佛教徒吗 回答我 是或不是 各位有智慧 没枉费我 苦口婆心讲佛法讲这么多 很好答对 那可见烧香拜拜的也可能是道教徒 也可能是一贯道徒 也可能是民间宗教 对不对 我们台湾也是啊 如是道三家 那可是你怎么判断呢 假如这个佛堂是供三宝的话 佛跟菩萨 你就知道这是正信佛弟子 对不对 第二个 假如这个地方是供佛 还供观音 然后还供王爷 娘娘 太子 你就知道佛教跟道教是混在一起的 对不对 第三个 假如你看到这个寺庙拜的呢 是佛普世外 还供了当南下身 弥勒尊佛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你大概就知道它是一贯道的 所以可见不能说烧香拜佛就是佛弟子 可是我问你 佛教烧不烧香 烧香 也就是说 佛教 道教 一贯道跟民间宗教 都烧香 但是支箭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所以结果也不一样 以此类推回答你 印度婆罗门教跟西藏佛教也都说火供 但是西藏佛教虽然接受了印度的部分文化 但是他也是了解缘起性空的 所以西藏佛教不是印度婆罗门教 我肯定跟你讲 西藏佛教是佛陀的正法 下面 第五 师父在家低子 可以为街上的野狗野猫受三归一吗 答案是你要受菩萨戒 你自己都没有受三归一 你帮人家归什么一啊 谁谁亮谁谁亮 归佛归法归生 你自己都没有归一了 你还帮人家归一啊 在家出家 受了菩萨戒 才可以为别人归一 在家居士可以 你看到一只狗 对不对 突然撞死了 你是一个菩萨心 有菩萨戒的功德 归佛归法归生 归佛永不做地狱 归一法永不做恶鬼 归一生永不做畜生 归一佛境 归一法境 归一生境 这样念三遍 所以你要先自己发心受菩萨戒 当然假如你没有办法归一 起码你可以看到 念佛念咒 说愿你将来脱离三恶道的畜生道 而学佛或求生净土 这个是你现在可以做 但你要正式帮人 要受三归一 得自己先受三归一 以及受在家菩萨戒 第六个 如何处理不要的佛卡 佛像跟佛学讲义 佛卡跟佛像 假如还可以用的话 那表备起来 若不要的话 可以送给别人 若实在它已经破损到 不可以再供了 注意听哦 以清净心念咒 可以把佛像烧掉 注意听啊 以清净心念佛念咒 可以把佛像烧掉 假如你起恶心 故意把佛像烧掉的话 那你会躲地狱的 我讲经很清楚 到回来 录影带可以倒带 对啊 听经要听清楚 我没有叫你乱烧佛像 我是说以清净心 它已经不能了 比如说一尊佛像已经破损了 它已经是无常了 当然你可以把它烧掉 因为它不烧掉的话 将来人家践踏呢 会有更多的罪过的 至于佛写讲义呢 怎么办呢 现在有嘎子机 知道吗 嘎子机 办公室 copy以后不要的东西 听好 若是印佛经 你背后呢 要印其他的东西 可以 但佛经不可以丢在地板上 要有恭敬心 这是经文 有些联友 我可以告诉你 正式给你印讲义的时候 我一定是用干净的纸印的 不要那么省 对不对 有些联友呢 背面呢 念什么 养生药方 背后呢 验了心经 对不对 你不要印一些 事件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恭敬心很重要 那有些东西 当然在阴光大师那个时代 注意听 他很严格 说甚至佛经跟佛像烧好的灰呀 都要特别包 不可以丢在垃圾桶 然后还要导到一个大海的地方 要去把它丢掉 那是阴光大师 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代 你只要把它烧好 放在垃圾桶里 环保它会回收 所以关键是 你有清静的恭敬心为主 师父请问 成佛就是入涅槃吗 涅槃后可以继续讲经说法吗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涅槃以后不是像你想象的 不做罪不做罪 这样没叮当啊 不是 涅槃以后是他是断了烦恼 他有法报化三身功德 所以他可以千把亦化身 当然他继续讲经说法 广度众生啊 成佛应该讲作是入涅槃 这有两种 一个叫做有余涅槃 一个叫无余涅槃 余就是圣相 就是烦恼 佛是进入无余涅槃 所以他能够就近成佛 师父 如果上师要我做一件不如法的事 应该怎么回答他 say no 答案说no 你这里讲上师嘛 金刚上师 上师绝对呢 这个不会违反金刚三昧爷爷见 因为为什么 他做的本来就不如法 你说no才是真正如法 师父谢谢你的慈悲心 保护我自己力量克服 爱我自己对我不喜欢 背后两舌的同学 是过去烦恼命运改变不了 请教师父什么叫做水中月 真假转性术 对不起有些字我看不太懂了 好你要懂的就是说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朋友 尤其是说坏话的两舌的脸友 我同学你应该包容他很好 你有善根 第二个 什么叫做水中月 水中月就是呢 佛 他是天上的月亮 那他可以有千百亿花生 佛这个叫做法生 也叫做报生 然后呢 他运在水里面 一个人拿一个脸盆 你就可以看到月影 然后你看到一个河流 里面就有月影 湖里面 海里面也有月影 乃至你到圣淘沙的海边 都可以看到月影 这叫千江有水 千江月 水中夜是指硬化生的意思 师父请问归衣了的信徒 在参加任何佛教的诵经法会里 都不喜欢穿海清 请问师父 归的衣或受了戒 在法会上不穿海清或批曼衣 有什么过失吗 穿海清跟曼衣应该有它的意义吧 听好 假如你是受了三规跟五戒 有 那你就应该批曼衣 曼衣是这一件 看这里 你的是咖啡色的 我是金黄色的 海清是指这一件 这个不是印度的 是中国文化的 你去看唐朝叫唐山彩 女佣呢 跳舞的时候 衣服是这样大大的 对不起我不会跳 就是他是 这是中国文化 因为中国人很重视礼仪 中国人认为呢 露出脚啊 露出马脚啊 或衣冠不整 是不好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 除了头露出来 其他都包起来的 这是中国古代文化 那在佛门里面呢 你来佛堂里 我觉得呢 应该不要穿短裤 也不要穿热裤 你穿的那么清凉给谁看啊 佛又不用看 对不对 在佛门里面 应该穿起码超过七盖的裤 当然我知道新加坡很热 起码你要穿七分裤 不要穿个迷你短裤 你进来干嘛 这样不恭敬 你也会造恶业 你迷惑自己 也迷惑别人嘛 所以到佛堂要有恭敬心 所以这个你受了戒 你不要那么固执嘛 你就应该披慢衣跟海青 如果很热的话 你可以里面少穿一点 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指 庄严其身 也庄严道场 也庄严自己 第二有人持戒 持到很严格 约束自己 也让身边的朋友 感到不安 不自在的气氛 请问要怎么平衡这个戒 那我刚才说个就 舍律一戒 严以律己 不要严以客人 要严以宽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举一个例子 红毅大师 他是律师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我要过五不识 你也要过五不识 真正戒当中 是要有 舍善法戒的 那这位联友 你问的说 自己持戒 让自己的旁边朋友 很不舒服 那就是三聚境界里面 他只做到的第一条 舍律一戒 他没有做到 舍善法戒 也没有让 饶意友情戒 因为持戒的目的是清凉 你会很圆融 也自在 会让你的朋友会得到法喜的 所以这应该多学一学 听闻佛法 第二 有很多地方不要太固执 有些联友 我再多说几句 教人家吃素要教重点 我在大悲 对不起 我在双灵寺讲 法华经安乐行品的时候 我有说 教人啊 为什么佛要教你 菩萨界要吃素 是因为 菩萨不忍识 众生肉有慈悲心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吃素就成佛 我问你 牛跟羊不是都应该是 吃全素吗 他吃的比我们还轻呢 所以可见 吃素的目的是要你 长养慈悲心 我看很多年 吃素是吃得很好 嘴巴很毒 心也很毒 再讲得更不好一天 我遇到西藏的喇嘛 常常嘲笑我们 说你们汉地佛法很兴盛 很兴盛 大家很发心 你们都是吃素鸡 素鸭 素鱼 还素牛排 我都静静的不敢讲话 人家讲的是对的 你的心不清净啊 那当然 那是一贯到弘扬 佛教也适应了 做一些让出击的人 让他欢喜吃 可见你内心里 还是很喜欢动物的那些念头嘛 是不是 所以听好 吃素的目的是要叫你 不要鱼 不要肉 假如葱蒜不习惯 你也可以不要 蛋跟不蛋 你可以决定 牛奶是可以喝 可是假如吃素 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吃到青菜豆腐 然后每天都吃一吃 哎哟 欧米豆腐啦 没人敢学佛的 真的 那人家会跟你讲 你看你吃素的身体都不好 我说吃肉的呢 也有很多身体不好的 对不对 吃素的也有肥肥的 吃荤的也有肥肥的 所以可见答案是什么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所以听好 吃素教人要教重点 佛同意 你没有吃素呢 你可以吃三斤肉 不为我杀 没有听到杀的声音 不是自己亲口杀 以这三个条件来讲 现在supermarket里面 通通都准备好 那你就买吧 煮给你的爸爸妈妈吃吧 你不要说 我吃素 你也要吃素 你不吃素 你会堕地狱啊 哎呀 没有那么严重的 听到吗 所以教佛法要教重点 还有 你自己可以严格持戒 但是跟大众相处的时候 要有菩提心 跟菩萨界 要以饶意有众生界为主 摄善法界 饶意众生界 付出声音乐 要再 viewer 感谢观看